那这个姻缘呢 很多人就说 哎呀 如果师尊没有来西雅图的话呢 那我们这五百万弟子 可能也不会 我们也不会有这个福分 能够归医到师尊 其实很多事情也是没有如果的 姻缘是真的 寺院就是生生世世广度众生 自然就会有一个缘 就是这样子注定的 然后好像很多人都会讲到是说 哎呀 如果当初师尊不收叉叉为弟子的话呢 那今天我们政府中就不会有这个灾难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真的是没有如果 像我们自己本身 说如果当初怎么样子 如果当初选择怎么样子 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累世的因缘 我们造成了今天的我们 像师尊他的寺院就是广度众生 就是不舍一个众生 当然了 叉叉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然后呢 师尊度化他 师尊的佛心他就是好像 我只是一个比喻比较狭小的程度 就好像一个母亲 他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呢 这个小孩呢 大家都说 这个有人会预言说 这个人呢 他以后呢 会是杀人犯 他以后呢 会对这个家庭不好 或者怎么样子呢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的 他不会去放弃他的儿子 他不会呢 放弃是说 因为他 他一定会用他的母爱 希望呢 这个小孩 他能够呢 成长得很健康 希望呢 能够帮助他的心灵 能够得到健康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不要怪着 以前的姻缘是怎么样子 我们主要的是说 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在 我们的事情是怎么样子 经过了叉叉这么多的事件 这个事件上也不是只有一个叉叉 其实很多很多叉叉 包括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走偏了 我们也是成为叉叉之一 所以呢 我们要去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 我们要借着这个呢 判例告诉我们 我们要如何的 不要走偏 所以呢 我觉得 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呢 给我的警惕呢 就是这样子的感想 再来我们翻到呢 这个究竟的 在这一个文章里面呢 有写到说 以前小时候 我常思索 闻人生从何来 死又 向何处去 百思而不得 极解 极端 迷惑 我相信 每个人 都会有想到 小时候的时候呢 你会 我不知道大家 大部分吧 都会有想过 是说 小时候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人世间呢 你没有啊 我觉得我懂事以来 我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问我妈妈 我说妈妈 我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人世间呢 我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你从盒里面捡来了 我说我们都是吗 他说你们都是啊 你跟你哥哥 你妹妹都是啊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盒里面 我要想看一下 那个盒里的小孩子 我要捡多一点 回来啊 然后我们就说 你们三个已经把我气死了 还要再多一些来气我嘛 所以有时候 他们大人啊 他们就 以前呢 就会比较保守 当然了 好像他 我一直 我都会追问这个问题啊 追问到我妈妈了 就每一次说 你再问的话 我就会打你 就会有一个 很严肃的警告 但是呢 他没有给我正确的这个答案 我一直我都不会忘记 我一直我都在追寻 追寻着这个答案 直到呢 我看到了师尊的书 我觉得我这一生 我能够遇到师尊 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因为我一直我在寻觅的问题呢 师尊的书中啊 都一一给我得到了很多 很多 所有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 原来呢 因为呢 我们呢 轮回在这个事件上 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嗔事 还有呢 我们所有一切的 所有一切的念头呢 都是造成了我们今天轮回的因果 那时候我就 哇 我在想哦 原来是这样子 其实呢 真的是 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够怪别人 或者你是怎么样子 去 去说 啊 我因为怎么样子呢 所以我才怎么样子 你会想一想 我自己 今天的 今天的念头 好像是 你发出一个念头 你本身你很虚伪的 那你这个虚伪你一定会永远都虚伪下去 你不会去想到你这个会造成你以后不好的因果 所以呢 就会很自 所以我们 在读师尊的著作里面 就会很自然的在警惕自己 哦 我们呢 不应该这样子呢 因为呢 这个我们 修行就是要因为要修我们这个身口意嘛 我们要得到身口意清净 我们才能够成就 才能够成佛嘛 所以 很多很多东西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不了自己的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 我们 成佛也不是说 你成佛给别人看 或者呢 是说为了谁而成佛 成佛 你只是只有 你自己有这个发这个菩提心 还有你真的是无我 真的是说身口意清净的话 你才能够成佛 所以师尊他所教导我们的佛法 他 他能够教导我们 但是他不能够 说我要你成佛 你就马上可以成佛 要你指导我们这个方向 给我们呢 这些呢 怎么样子成佛的 指引我们怎么样子成佛的 向着那个道路走的时候呢 我们像 我们就是这样子照的去做 我们就会呢 不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归一道很伟大很伟大的 根本传人上师 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都会在这个人间 像师尊这样子呢 师尊他从得到了姚池积木开天眼之后呢 他的就一直实修实修 得到了成就 但是呢 我们本身呢 一般的人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很容易呢 就是不会像师尊啊 你看哦 师尊每天的修行 师尊是固定的 准时吃饭 修行 写作 画画 都是固定的 但是呢 我们呢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受人家影响 那现在呢 我就先跟大家 做一个 这个小试验 请大家可以将目光 注视我吗 大家只要 只要给我两分钟就好了 好吗 好 我想问 我这个呢 是数字多少 这个是数字多少 1加1等于 1加1等于 2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是这样子哦 一般的人呢 他有两种人 一种呢 是视觉型的 他会比较冲动 看到了什么呢 就讲什么 很容易影响别人的人 听觉醒呢 加以思索跟判断 容易呢 受别人的影响的人 所以呢 刚刚啊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1加1 等我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3嘛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2 3 就是因为受影响 我们在这个事件上啊 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受影响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真佛秘法 学习真佛秘法呢 就是让我们呢 不要受影响 而且呢 我们呢 他的心啊 要非常非常的亲民的 世尊就是在学习我们的真佛秘法里面呢 世尊就是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 他教导我们啊 不要受着大家的那种牵扯 我们呢很容易呢跟着大家呢 犯一些不好的习性啊 这些啊 很容易的 而且呢 很容易说 会给自己一个借口 我这个是做得很对的 我的出发点是怎么 其实他已经离开了 世尊所教导我们的中道 很多人是说 我去美国 我希望供养世尊一些 好像现在不可以带鱼翅嘛 他说我要带一些鱼翅啊 一直我在祈求祈求啊 希望护法金刚啊 能够保佑我能够过关 其实世尊教导我们 我们要守国家的规律 这些规矩 我们呢不能够呢越过 而且呢 有一些人是说 这已经是犯法了 而且呢 你有一天呢被查到了 你入境的时候呢 你就很麻烦 而且呢 有一些人也说 哎呀 我探了这些东西 我都是为了捐到庙里面啊 我都为了做一些善事啊 其实我这个就是禁止 我们其实我们啊功德 做功德 我们不是说要怎么样子去 勉强得到的东西 或者钱呢 你才是布施 师尊已经讲了 布施你有很多种啊 你的心很善良 也是布施啊 你每天呢 你在修行啊 也是一种布施 你每天呢 你修真佛秘法 也是布施 你看到了地下 有一些垃圾 然后呢 没人捡 那你看到了 那也是一种布施 所以呢 在修行方面呢 我们呢 一定要有一个很正的念头 再来我们讲这一篇呢 逃离满天下 这一篇文章呢 是说到呢 师尊在正物之后 师尊在正物之后呢 师尊的院子里面的那些 樱桃跟梨子呢 都开花结果 那是苏神呢 他命令呢 开花的 为了祝贺 师尊 桃离满天下 师尊他说 我觉得正德究竟 果然福报就到 据说大德不可穷尽 如虚空于斑 这如同挖到一个大宝藏 里面什么都有 你搬运一辈子 也搬运不完 这修法功德 果然是大福业 然后呢 在这之前呢 师尊还是很穷的 正物之后呢 也还没有说 很多很多的弟子过来呀 都没有 但是呢 师尊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呢 他有告诉我 我们说 现在就是说 都没有人找师尊学法 那师尊就苦笑 他说有可能吗 投稿 师尊他说 投稿当地的华文报纸 西华报 得稿费 以令我欣喜若狂 写稿回台湾日报 每则台币300美元 我只好写书出版 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唯一办法 这是我的社号级专场 因为我不能或我们不能只靠修行吃饭 联乡 佛卿 佛琴 军药吃饭 这一篇文章呢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呢 我们修行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呢 不可以说 有一种篇里是说 我24小时 我在持奏 我在修法 那我就是说 我得到了 我这个就是我的大成就 不能够这样子 师尊实实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你有病 你一定要去看医生 你哪里不舒服 你一定要去 去先知道 或者呢 你说 你吃了 吃了 有一些什么 不好的 你要自己要懂得去调理 还有呢 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并不是说 我修法 然后呢 轮到 轮到你做饭 你就说 我修法 修法是最大的供养 然后呢 我们呢 吃饭呢 先不要吃 其实这样子会带给 一种呢 就是说 已经离开了 这个中道了 师尊不是一直教导我们吗 所有的食衣住行 都是修行 所以呢 在这一个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 要有一个 知道师尊说 这一篇文章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就算师尊是证悟的 但是呢 师尊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在还是没有 安定的那个 在好像是说 没有钱 一定要去 要怎么样子呢 去找工作啊 或者呢 我怎么样子呢 能够维持家庭 师尊是这样子哦 这样子告诉我们哦 而且呢 师尊也是教导我们 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很大的证监了 很多人呢 他们就说 哎呀 我要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然后呢 我就坐披脚护身 然后呢 哇 好像比喻了 现在是做一个比喻 就好像有些 我要赶时间 但是现在已经黄灯了 我现在已经 是坐了披脚护身 我就冲过去 等一下 等一下子的车 能不能够撞到我呢 我已经坐了披脚护身了 那个护法呢 一定会保护我了 那这个已经是偏差了 已经是有问题了 是自己 自己的思想啊 在修行上啊 已经是 已经是偏激了 不是说 不是说你坐了披脚护身呢 你就能够违反 这些 人间的规矩的 所以我们修行啊 你越修的时候 你就会越知道 我们到底 我们呢 修行啊 有没有偏激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关照我们自己呢 我们才能够呢 去 明白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呢 在修行当中啊 很怕很怕的就是执着 执着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师尊的书 在师尊的书里面 他就有告诉我们 在每一篇文章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的去体会 原来 修行啊 一定不离开中道的 另外一篇呢 是 皈依者感应多 这一篇文章呢 我觉得我特别的有感受 因为呢 在以前呢 在以前呢 皈依的时候 我是在1996年归一的 但是呢 归一两年之后 我觉得呢 我自己呢 好像那一 那两年 我不够精进 我觉得我很难散的感觉 那我就在1998年的时候呢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三楼的地方 我呢 就设了啊 很多很多的供养 花香灯茶果啊 在我就选了一个日子 就初一十五嘛 然后呢 我就选了一个日子 然后呢 七点钟的时候呢 向着西方 我那时候很虔诚很虔诚的说 我从今天开始呢 皈依师尊之后呢 我要好好地学习佛法 那时候我一个人呢 我在那个楼旁啊 然后呢 我真的感觉哦 在我做 在我念这个四皈依咒的时候啊 有那个甘露 几地的甘露啊 这样子呢 滴下来 滴下来啊 我说哇 原来啊 师尊所说的那些 皈依的感应啊 真实的 那时候我很感动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师尊的正佛秘法 真的不可思议 而且呢 只要我们心中有师尊 师尊呢 就会实时地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想 是说 有时候大家遇到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很自然地 拿起师尊的任何的一本书 你就会知道答案在其中 你的心里呢 你就会照着这一句话 你的心就会很踏实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 我当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会 我就会 让自己去翻师尊任何的一本书 然后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我就照着这个呢 一直在警惕自己 我的 我现在我要怎么样子调我自己的心 所以我觉得啦 师尊的书代表师尊的心 我们要如何进入师尊的心呢 我们要如何跟师尊能够达到相应呢 我们一定要看师尊的书 师尊的书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呢 看了每一次的 的角色都会不一样的 真的是很很特别的 好 我现在我讲了 回首一连二次大法会 这一篇文章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呢 我们每一年的两次的大法会呢 我们都会世界各地的弟子呢 都会回来回梁家 我觉得虽然我第一次我去到台湾的时候 我看师尊是很远很远我才能够看到的 但是呢 我的心呢 我充满着感动 因为呢 每一个金刚兄弟都是我们的 同一同一个根源来的 我们我永远都记得 其实我们归于师尊 我们每一位都是师尊生出来的弟子 所以呢 我很感动看到 每一个在大家聚起来的 那种呢 就好像是说 我看到的我们未来的 莫荷双连池 我们呢 将来我们呢 大家都会回到 我们应该回到的 莫荷双连池 所以呢 我每一次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 无论呢 师尊是不是传新的法 或者是什么的法 我觉得这两次的大法会呢 是我们每一个弟子呢 都应该要 要去参加的 如果是说 当然呢 资粮不具足的话 那也不可以勉强 但是呢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那时候呢 有一些人说 哎呀 我不如在西雅图啊 西雅图又很容易见到师尊 而且呢 我很容易亲近师尊 我在去台湾的时候 我根本就看不到师尊 而且呢 连个 而且呢 又这么多人挤挤挤挤挤着 然后呢 自己又劳累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参加法会的心态 我们不应该这样子 当然每一个人的心态不一样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呢 我可以去台湾参加师尊的法会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那时候我还在想说 哎呀 只要有地方给我睡呢 只要能够参加师尊的法会啊 我都无所谓 只能够参加就好了 哪怕是说 今天去了 明天回来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 当然有时候很多 我们就是 因缘的关系 好像是 身份呢 你还不能够出国 那你也不能够勉强嘛 但是呢 如果我们能够呢 把握的话 我们尽量的去把握 像师尊昨天说 师尊在今年秋 九月的时候呢 会传中卡吧 而且呢 会讲秘密给我们听 当然这个秘密呢 我们也是很期待的 但是呢 我自己的 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说 无论师尊 有没有秘密讲给我们听 我们作为弟子的 我们呢 都能够 都 如果有这个资粮的话呢 我们都应该过来参加 因为是很 很不可思议的 我每一次哦 我参加完师尊的大法会哦 两秋季两度的大法会 春秋两季的大法会 我每一次从台湾回来 我觉得我在我的修行上 我会有进步 我自己感觉到 就是说 我自己感觉到 我的修行 我真的有进步 那一种呢 就是说 无论我们在修行 在修法上啊 或者呢 在读师尊的书 或者你自己在 修法的觉寿上啊 你都有很大很大的 那一种 增长的 你自己会 会体验到 所以是 我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来参加 特别呢 是 西雅图啦 西雅图 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 好修行的地方 不是好无聊 真的是好修行的地方 而且呢 在这个修行 修行上呢 而且这里有我们的主庙 这里呢 也是师尊成就的地方 是吗 在师尊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 要多来清净 而且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自从啊 我从巴拿马来到了 西雅图之后呢 我每一次 在跟师尊 无论是散步啊 或者是做什么 或者师尊的一句很平凡 我们就是一般 跟大家这样子讲的话 我觉得我都受益两多 我觉得师尊呢 他的每一个 每一个 居指动 那个 身教啊 言教呢 都会令到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自己 会 会去警惕我自己 我自己呢 这新样 为什么呢 这样子的渺小 你 我们有这样子 伟大的师父 为什么我的心 还不能够呢 去能够像 学到一点点师尊那种呢 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哪怕有一点点 那样子呢 的那个大量的心都好 所以呢 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呢 在西雅图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有一些人是说 在师尊的身边 有什么好呢 因为师尊 开始啊 师尊 根本上次就好像一团火 你太近了 不可以太近 也不可以呢 太远 如果太靠近的话呢 你会很容易烧到自己 如果太远的话 你就会得不到这个温暖 这个是因为呢 我们弟子都没有那个巨性 在如果真正啊 在密教来讲呢 根本传人上是 他这一把火 可以将我们所有累世的习性的贪嗔症吃 都可以去除掉 他会带给你身心所有的温暖 还有我们修行上的觉受 为什么我们会烫伤 是因为我们贪嗔症吃 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 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这种加持力 得到的这个火 这一把火呢 将我们呢 全身的不好的东西都烧掉 所以在密教来讲 为什么要对根本传承上师 要有100%的信心 但是这个事件上 是很难很难有的 我们看祖师的传记 我们就知道了 师父叫他跳下去 他就要跳 他是毫无思考 就马上跳下去 好像弥勒日巴 马尔巴叫他做什么 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任何的埋怨 只知道这是本身自己的约章 所以呢 到现在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 有时候呢 有一些同门 师尊少看他一眼 都说 你看了师尊今天没有看我 你看了师尊 他今天呢 就是 你看对别人好 也没有对我好 所以 就是说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其实 无论师尊怎么样子 一个举止 动念 我们也不要去 讲师尊怎么样子 我如果你 我们的心是说 我们师尊 每一个举止 动念 都是在加持我们的话 那你这个念头出来呢 那你就得到一种加持力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个念头啊 真的是很重要 这个信心啊 真的是很重要 并不是说 别人 带给我们 怎么样子 或者呢 是 是自己 或者是说 带给我们一些 影响啊 不好的 其实不是 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子 去培养我们自己的信心啊 在 在 那个 众计里面呢 他有教导我们 你要看 看 多一些呢 就是 师父的长处 还有呢 你要时时怀恋 时时意恋的 根本传承上师 他对我们的那种呢 加持的力量 要时时呢 去培养自己 对师父的信心 所以呢 这个 也是不是一天两天的 也是要长久以来呢 才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是真的是 很 我觉得这个 也对我来讲呢 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警惕 再来呢 是山庄 岁月长 这一篇文章 这里又说到 年上时及弟子们 彩虹山庄是一片净土 如同住在佛的家一样 决定成佛无一的 只要发心向佛道 直直行去 就身在 清净佛国了 但如果心不清净 彩虹山庄 纵然是净土 你住的也变成晦土 就如同我在听雨前 我听的是佛法 你听的也许只是雨 这一篇文章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我们的心恋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呢 但是呢 我们的心恋 我们都是不能够去珍惜的话 那我们 你纵然我们遇到了像师尊这么伟大的师父 但是呢 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珍惜 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去实修 这个宝藏到我们的手上 你不愿意去打开这个宝藏的话 其实等于你没有宝藏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无论别人说 哎呀 我们有这个福分 我们在师尊的身边 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 我们能够归于师尊 修习真佛秘法 我们就是要珍惜 就是要去实践 不然的话 等于跟一般的人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是说 表面上 我们是有福报的人 其实 内心上 我们都是跟 大家一样的 我们也不懂得惜福 不懂得惜福的话呢 等于是 什么也没有得到啊 对吗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个我们能够遇到师尊这么好 而且呢 师尊教导我们珍佛秘法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 所以我在我出家之后呢 我自己一直在给我自己一个警惕 我是说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嘛 出家的时候 但是呢 我一直我在跟自己说 人生是无常的 人生是无常的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间 因为 棺材它不是做给老人的嘛 小孩啊 还有啊 像我们这个年纪啊 都有啊 所以呢 我一直我在想说 我要珍惜每时每刻 因为我遇到的师尊 我遇到了真佛秘法 所以呢 我要好好的去珍惜 我好好的去 去让我自己呢 能够呢 不要愧对我自己 不要 不要了呢 在 我回想 以后之后呢 我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我是一直以这个来去警惕我自己本身的 再来呢 我们讲这个奇妙的生活方式 这个很好笑 我记得我刚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呢 有一个法师呢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有一个流传啊 很久很久的笑话 而且呢 这个笑话呢 是真实的哦 那个主角就是我 他这样子跟我说 他说啊 那时候呢 师尊打电话说 我是卢胜燕 然后我接到电话 我就说啊 你是卢胜燕 我就是姚池金母 他就是这样子说 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那时候呢 根本就不相信师尊 是打电话过来 那时候呢 我的心 他说啊 我已经够伤心了 师尊在闭关的时候 你看哪一个啊 这么可恶的人 竟然来作弄我 他是那时候呢 他的心态是这样子想 之后呢 他就在想说 之后想一想 好像也 也为什么 就是有一些不太妥当 但是已经把电话都挂掉了 他说也没办法了 那这个人是谁啊 我也不好讲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法师也是挺好玩的 我一来到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要做法语开示的时候呢 在师尊的 师尊在上面啊 还有上师轮到法师嘛 那时候我是法师 然后呢 先 法师开示 然后到上师 然后到师尊嘛 那时候我 我是第一个 师尊出关后 第一个呢 在西雅图雷藏寺那边 在师尊的面前开示的 他就跟我说 我告诉你哦 你不要再给我们第二个笑话 他说啊 如果师尊 如果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出很多笑话 特别是在师尊的身边开示的法师 我讲给你几个 第一个呢 他说 各位师尊好 各位师母好 他说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哦 还有呢 有一些呢 他上去呢 他根本就讲不到话 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你不要呢 成为我们 西雅图的历史之一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很紧张 那时候 因为他们也经常说我 你讲的话有一点呢 像客家话 因为我是客家人 是 另外一篇呢 是感恩所有人 因为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 我会将 感恩所有人 跟丁灵圣弟子 这两篇文章一起说 感恩所有人 其实师尊说 无论是顺境我感恩 逆境我更感恩 全是祝我了物之人 我觉得我们修行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最基本的要有感恩的心 在修行上 其实我们回想起来 如果没有感恩的心呢 真的是 只有你一定会有贪诚吃 你一定会有计较的 所以在这个感恩的 你只要有感恩的心 你会很珍惜 你所有的一切 而且呢 你的心量也会很大 而且呢 你的智慧呢 会很宽管 因为你的心 你的心你知道 这一切都是助我们修行 修行的 我真的很感恩 我能够归于师尊 还有呢 我遇到每一位 还有呢 我有很好的道理啊 联系上师 他就是说 在这个修行当中 真的是我们的心 只要呢 我们有感恩的心的话呢 你会时时的去 去珍惜 而且呢 你会想到是说 在这个 无论这个人是多么不好 你只要你 你想到这个感恩两个字 你也会想到 这个无常两个字 因为我们能够相处 在一起 人生是无常的 或者今年以后 有一个无常到了 你永远见不到这个人 无论他是 在你心目中 是多么可恶的人 有一天你也会想到 你想起 原来有这一个人 曾经在你的生命中 给你有一段 这样子的教室 所以 我觉得在我们的 修行当中 我们 活一天 感恩一天 活一天 修行一天 活一天 快乐一天 是 真的是 不可思议的 再来呢 我们呢 就是 我要结尾了 因为 时间到了 我是很感恩 师尊写作 师尊开示 师尊 发誓愿 广度众生 还有 生生世世 广度众生 我们真的很有福报 而且呢 师尊也讲过 书代表我的心 在这一次呢 真佛伯业障 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方便 我们呢 能够呢 在这个 用这个电子书 什么资料呢 我们只要一搜寻 我们就有 而且呢 还有 有生书 我这一次呢 回首 吸成 烟语 我除了 我自己读了 好几遍之外呢 我也在 听这个 有生书 我听了 我觉得 那个讲的人 讲得 非常的有感情 而且呢 我们在 做事的时候呢 也可以听着 这个有生书 然后呢 在听 师尊的 这些书里面呢 我们呢 就会 细细的 观想师尊 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修行 好的方法 在这里呢 师尊 他是 告诉我们 师尊 盼望我们 每个人呢 仍然要具足 性愿行 性真佛秘法 愿生 莫荷双年 词 修 修显 修秘 还有呢 师尊 要 我们记得 最重要的是 要以菩提心 来修 六度万行 这是 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得阿六多罗 三妙三菩提 所以 我们呢 要永远的记得 师尊所教导我们的 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 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对别人没有利益的 我们不要去 去做 对别人没有利益的 对自己也没有利益的 我们也不要去做 对别人有利益的 对自己有利益的 我们可以去做 对别人有利益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 我们也要去做 所以呢 我们永远记得 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 任何的 任何的事情 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用这一个 去对峙的话呢 那我们的心 就会躺淡淡 那我们的身口意呢 就会清净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